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斯增长歌的生平。 新马斯增曾经获得以下奖项,一,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,1957-1970年度,粤语十大影剧明星,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。 二,1972年度,十大影剧明星,新马斯增长于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中,十四度当选粤与十大影剧明星。 即1957年至1970年,及一次当选十大影剧明星,即1972年,是该选举中,合计获奖最多的男艺人之一。 另一位是梁省波,也是当选影剧明星次数最多的男艺人。 新马斯增的生平,新马斯增,八岁时父母离异,其父邓琪,以赌为生,而且是粤剧迷。 母亲罗莲,父母离异后,与母亲来港生活,母亲当容宫期间,邓上秘书母黑薄挨骂,钟离家出走。 流浪街头,后遇上江湖艺人收留并学艺,查座表演期间,得到老行专。 何世纪赏色,经转介到何少年学艺,经传统工家训练,成绩突进。 一年后,以太平统一名义,到山头演戏,初踏台版,无论唱功,台报,君头头事到,被誉为神童。 当时,他善于模仿马斯增,于是,他师傅给他改了,新马斯增这个藝名。 及后,在香港太平戏院表演,场场爆满,戏院也因此转规为形。 各位关于长哥的生平事迹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长哥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啊,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,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